为了让国人能够感到小确幸 这内政部呢 今天是开会来决定 国定假日的补嫁方案 采国定假日遇到周休就补嫁 维持全年放假天数115天 不过之前讨论春节年假 要固定休9天的方案 确定是遭到封杀 民宿假日也暂时不会列入 国定假日 一年度元宵节 就算夕雨绵绵也要手牵手 放天灯 但人潮挤暴平息 过节还要靠耐力战 一度闲远还抛出 明年元宵节可能放假的选择方案 但现在确定排版 只通过国定假日遇周休 才会布假给密 所有的这个周休二日 如果我们的节日跟节日 碰到周休二日的话 应该予以补嫁 原来的考虑方案之一 是国人最重视的春节廉假 从除夕开始固定放9天 确定遭到封杀 或是民宿节日元宵节等日子放假一天 目前也占不考虑 而是像228这样的国定假日 要是碰到礼拜六就还假 等于全年放假日会维持在115到116天 听到多放假学生族群笑得合不冷嘴 不过企业主可就伤成本了 拿台湾放假日和国际比比 其实和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差不多 但比日本韩国的119天矮了一截 也比香港的120天少了5天左右 只是江回说的小确信 除了靠放假补充电力 实质生活所得也是指标 双缓旗下才能让庶民有感 最后新疆出场台北采访报道